柯建民講違憲要申請釋憲 你看喔 乾坤法案有違憲的 我想整個民進黨只有柯建民一直在講違憲 賴金的說什麼 論述面上爭取社會支持 論述面喔 請問一下釋憲這個是什麼層面 這是法律層次上硬幹喔 老哥你在搞事嘛 來 氣氛一度凝重喔 你看喔 黨團必須要全程出席委員會 相互資源 表決可以輸 論述不能輸 政策短營求快求好 民進黨立法院黨團柯建民 吳思瑤 莊瑞雄 八位委員會的招委同座主桌 跟鄭麗君 佐隆泰 表開放建言 攻防心得 建議 指示 必須全程出席 政策小伙 不能簽到就離開 不開會 基於職責除了固守自己的委員會 再來相互活力支援其他委員會 避免朝野攻防限於劣勢 曹小野大 民進黨極致表決輸了 論述也不能輸 務必強化政策論述 爭取社會最佳支持 端營要出去 聽取攻防的意見 強調未來新內閣必須強化立法案的溝通聯繫 行政部門推出的時候 跟黨團立委溝通 強化政策議題的主導權 必須推出讓在野也不得不支持的政策 就算表決輸了 論述也不能輸 受到喜事烈勢也要爭取社會最佳支持 提醒立委 所以你看各位這邊才對的 剛剛那一篇喔 劉思瑤亂講話 這一篇才是對的喔 這一篇各位賴清德請問哪裡說要跟在野黨作戰 這裡哪裡說要跟在野黨作戰的 哪一句話你跟我講 劉思瑤啊不要跟著柯建民幹一些蠢事情 怎麼死人都不知道 來賴清德的指示哪裡說要跟民進黨對著幹 跟國民黨對著幹呢 哪裡說要跟在野黨對著幹呢 如果賴清德說要作戰 跟在野黨對著幹 吳采釀今天會放軟 吳釗wend 如果要向在野黨 کا 吳釗泛今天會放軟 有沒有腦子啊 met 這一篇啊才是對的 他要溝通要爭取跟在野黨比 爭取民意 讓在野黨不得不支持 這叫溝通好不好 所以上一篇是誰的 上一篇是誰的 這一篇裝飾是誰 你吳思堯講的到底是誰 你吳思堯講的到底是誰 這句話到底是誰 因此大家關切 因此大家是誰 主桌誰會在那邊屁被狗 主桌我們看到了嘛 行政部門不會講話嘛 行政部門不會講話嘛 這新官嘛 主桌就山長嘛 新官跟山長嘛還有招偉嘛 國安前坑肉桶 吳思堯講的這個是柯建民啊 這是柯建民啊 你少來啦 攻守俱加採取守勢 搭配新內閣 強大政策的政策推出去給民眾 一開始有點凝重 所以我跟你講啦 我覺得吳思堯做這件事也不應該啦 你賴清德講什麼講什麼 你不要把柯建民的東西偷混進去嘛 我現在就直接問一個問題好了啦 你覺得賴清德現在跟柯建民 關係好的打加一啦 覺得關係不好的打減一啦 你覺得賴清德現在跟柯建民的關係好的打加一啦 不好的打減一啦 我就問這麼簡單的問題啦 賴清德已經講得很清楚了耶 內閣有夠爛的 飯桶 立法院你們都一直輸 搞亂七八糟 這個東西您種什麼 是要怪誰 這怪柯建 來來來來來來我笑死 你柯建民少來了你完蛋了啦 不要在那邊亂搞了啦 你要把你臭事全部講出來 來 來喔 表決可以輸但論述不能輸 那請問一下為什麼表決會輸 那為什麼表決會輸 為什麼要表決 對不對 因為柯建民 你看喔 做詛咒有誰 柯建民 吳思瑤 莊瑞雄跟趙偉 聽取喔 攻防心得 開放建言喔 聽取之後說 全程出席 你不要給我他媽 遲到 立委繼續執責 顧守委員會要支援 嘲笑也大 表決輸了 但論述不能輸 必須強化政策論述 爭取社會最大支持 這個不叫吵架喔 端影音 沒紀律 等一下喔 賴清德工坊 對於團結的紀律要求 格外重視喔 所以他在講誰 洪生漢嘛 吳秉瑞嘛 這些整天遲到 然後沒規矩的人嘛 他的意思說 你不要再給我遲到了嘛 不要再給我缺席了嘛 不要給我簽了之後走人嘛 不要再混了嘛 襲勢劣勢 在党猛攻挨打 到場資源 新內閣強化跟立法院黨團的溝通聯繫 必須跟黨籍立委溝通 必須推出讓在野黨不得不支持的政策 表決輸了論述也不能輸 要爭取支持 要堅定捍衛 來喔 預算 錢啊 所以這些都在講一件事情 他對於現在的立法院跟內閣不滿意嘛 那我直接跟我講為什麼好了 如果說今天朝野一團和諧 賴清德會有別的講法 但請問一下今天是誰讓朝野一團烏煙瘴氣啊 就一個人啊 柯建民啊 來我們看一下柯建民昨天還在幹嘛 一直講的重點啊 對 所以你要講清楚 柯總釗 你尊重您是你的發言 所以我想柯總釗的意思就是 極問極答的部分 啊 總釗我在勾起 他哪裡講過幾次了吧 總釗我在勾起你的回憶一下 你在2012年啊 好吧 2012年你在媒體上你講啊 你說針對啊 這個啊 這個總統來國情報告 有鑑於國會監督的感覺就是總統要先來 一切法國立 這直覺啊 直覺 不是 這個總釗麻煩你不要媽 不要按麥克風 稍微等一下會讓你發 我再重申一遍啊 我再重申一遍啊 那這樣是主席 你不要誤會跟這個跟黃國昌委 我之前各位會講啦 賴清得要通過法案只有一個方法啦 通過預算只有一個方法啦 朝野合作啦 至少不要吵架啦 他為了寄望就是說我訴求論述到社會認同 讓民眾打不得不在我這邊嘛 結果在立法院有一個老還丁 叫柯建民每天這樣子亂 每天這樣子亂鬧 又亂又鬧 把這邊當養老院 痞子逛大街 干擾議事 打狗 就這樣亂 亂到現在國中兩黨 看到柯建民就整把火 是柯建民一手造成了 整個立法院的不和諧跟亂局嗎 我跟各位講啦 如果說 未來的立法院喔 杯葛執政黨 柯建民呢至少佔了七成的因素啦 胡釗燮佔了三成啦 所以我跟你保證啦 對內啦 賴金人先對這兩個人開刀啦 因為講白了你今天跟在黨吵架 你民進黨你能怎麼贏得民眾論述 不可能嘛 你增加仇恨子而已嘛 所以我跟你講啦 第一個啦 柯建民喔 罪魁禍首啦 第二個 吳釗燮啦 但柯建民拿他沒責嘛 他就皮嘛 他故意的嘛 我等一下跟你講為什麼他故意嘛 但吳釗燮可以控制嘛 所以你看吳釗燮是不是今天變乖乖了 吳釗燮今天有乖乖嗎 有嗎 有喔 吳釗燮今天很乖喔 吳釗燮今天就乖了命嘛 我等一下跟你講 所以現在第二個問題是柯建民 那你柯建民等一下怎麼去處理 我跟你講柯建民他的盤算是什麼好不好 你是不是看現在柯建民跟傅崑奇 整天吵吵鬧鬧 把立法院鬧成藍綠對決一團亂 那你知道為什麼傅崑奇可以大聲嗎 你知道為什麼傅崑奇跟國民黨會贏嗎 你都忽略到一個最大的重點 這不是理所當然喔 傅崑奇把黃國昌拉過來了嘛 黃國昌今天跟傅崑奇戰編了嘛 所以才可以唱這齣大戲嘛 那我跟各位直接講白話文好不好 柯建民知不知道這樣法案不會過 柯建民每天嗆黃國昌每天罵國民黨 他知不知道這樣會害彩爛的愛青的 他知不知道 各位我們持平來討論這件事情 我給你保證好不好 我給你保證 我給你保證 柯建民是故意的 他故意要搞賴清德 我給你保證啊 他故意的 那你就說宇軒那你這樣講沒意義啊 柯建民搞賴清德幹嘛 當然啊 我問你一件事情喔 我問你一件事情 今天柯建民跟傅崑奇這樣吵架 傅崑奇會不會有好處 會有啊 當然會有啊 他藍綠對抗的狀況下 他是藍你的黨鞭啊 那黃國昌會不會有好處 有啊 他反綠第一大將啊 所以我們確定了嘛 柯建民跟傅崑奇跟黃國昌兩個加起來吵架 是有好處的嘛 之於黃國昌跟傅崑奇嘛 那請問柯建民有什麼好處 各位啊 老柯這個人喔 他最擅長的一件事情啊 威逼利誘啦 他在把他招牌真的 嚇嘛 如果五你不配你不來跟我談 我就可以讓你立法院什麼事情都做不了嘛 威脅啦 我跟各位保證啊 柯建民跟傅崑奇在唱雙皇啊 因為今天拉了一個黃國昌來唱雙皇嘛 那你說雨萱他有什麼好處 怎麼會沒有 怎麼會沒有 他可以威脅總統他怎麼會沒有好處 確保自己的政治立位啊 他想要複製什麼你知道嗎 以前就出現過這樣的案例 以前有一位總統叫做馬英九 結果馬英九做不了事情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王金平被柯建民兩個人拉起來 咬咬會 那個時候國民兩黨也會吵架啊 該合作的時候還是會突然合作起來啊 甚至是都不讓馬英九的法案過啊 只是當年執政的叫做國民黨 叫做王金平 而現在變成是賴清德跟柯建民 所以柯建民要玩一樣的把戲 把賴清德變成馬英九嘛 他要把傅崑崎變成王金平來惡整賴清德嘛 那你說柯建民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他要架空韓國瑜當老大 所以你仔細聽他昨天說什麼 他跟韓國瑜嗆聲啊 你說你比較小力喔 前幾天啊 你比較小力喔 你跟他說你比較小力喔 說的比較小力喔 把眾家兵趕走那一次啊 他威脅韓國瑜說你給我小心點喔 他想要在立法院當老大啦 所以你傅崑崎也給我注意啦 你不要以為別人都不知道你想幹嘛啦 現在韓國瑜就是掌握民意啦 主流民意啦 你不要以為操 黨團立委會跟著你這樣對著幹啦 你這個如意算盤打錯了你懂嗎 柯建民你也打錯了 因為徐曉星已經講過了 我們只認一個老大 韓國瑜就是我們的老大 所以你想的沒 不要那麼搞這個有的沒的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義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 所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義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義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義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義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義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夠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配件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好感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